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近日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包含记忆体产业,预计在2024年全年营收,降年增19%,达到6211亿美元。 解释在经历2023年低迷后的强劲回升,主要由人工智慧、AI技术需求大增推动。 记忆体市场的强劲表现与汇图处理器、GPU需求持续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营收增长有关。 预计2024年,全球记忆体市场营收年增64%,主要受需求回暖带动的持续减产影响。 此次统计,仅涵盖拥有自由品牌的半导体企业,如徽达和高通,为纳入晶圆代工供应商如台积电与联电。 Counterpoint认为,三星持续稳居全球半导体市场龙头,预计2024年市占率达11.8%, 受惠于智慧型手机业务的库存调整与捕获,以及吸引AI-HPC客户导入先进制程。 尽管面临HBM三亿延迟及低阶记忆体挑战。 SK海力市与美光主要受AI应用对HBM的需求推动, 预计2024年市占率分别达7.7%与4.8%, 高通市占率达5.6%,年增14%。 受惠于非苹果智慧型手机复苏及汽车业务成长, IoT市场复苏则相对缓滥。 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师表示, 美国依然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 拥有众多高价值的半导体企业, 并在推动全球创新与市场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 随着AI与高效能运算需求的持续增长, 美国的半导体领导者将继续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英特尔则面临严峻挑战, 受PC与伺服器市场需求疲弱及营运挑战影响, 市场竞争压力加剧。 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呈现强劲增长, 主要受AI、机器人及电信领域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带动。 辉达,三星与高通等企业以稳固其市场领导地位, 并在营收与市值上取得亮眼成绩。 然而,据日经新闻报道, 随着DRAM价格的持续下跌, 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等DRAM大厂都将在2025年内停产, DDR3和DDR4一旦相关产品停产。 市场预期台湾DRAM厂商将有望出现转单效益, 且最快在今年夏季后扭转DRAM市场供果余求的困境, 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报道称,2025年1月份指标性产品DDR48G大宗交易价格为每个1.75美元左右, 容量较小的4G产品价格为每个1.34美元左右, 接较前一个月份下跌6%, 皆为连续第5个月下跌。 根据AMDI预测, DRAM价格下跌趋势将持续到2025年下半年, 预计包括DDR4、DDR5产品价格都呈现下跌。 其中,PC、伺服器及行动DRAM的价格, 预期持续下跌至2025年第三季。 2025年上半年将下跌近10%, 下半年则会继续下跌约5%. 在此背景之下, 头部的DRAM大厂都会将减产DRAM。 日经新闻表示, 据业界相关人士称, 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这三大制造商, 今年年内可能会停止生产DDR3型和DDR4型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去年以正权力发展 HBM与主流DDR5规格记忆体。 2024年下半年起将开始逐步停止供应DDR3的供应, 当时就曾导致DDR3价格一度大涨20%。 如果日经新闻的最新报道属实, 一旦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停产DDR3与DDR4产品, 订单将有望转向继续有生产DDR3、DDR4的厂商, 下季以后甚至可能出现产品短缺。 南亚科技此前曾在法说会上表示, 2025年DRAM产能供给增加, 但新增产能主要是持续提高HBM与DDR5占比。 而常规DRAM产品DDR4、LPDDR4、DDR3库存则需要持续区化。 而需求方面,AI伺服器及一般伺服器需求都持续正面成长, 而手机厂商的库存逐步回到正常水位, 上半年有机会改善供需平衡。 分析因企业换机需求带动PC成长, 使得AIPC将有助DRAM搭载量提升。 最后,消费类电子终端产品则因为区域经济有机会受政策性刺激发案而改善, 消费类需求渴望第二季开始摆脱疲弱,转好复苏。 南亚科技总经理李培英强调, DRAM产业最坏情况一过, 可能在2025年上半年触底, 有机会在第二季开始复苏。 华邦电子则在上级法说会上指出, 华邦电子正自DDR三升级至DDR4, 下半年DDR4大量出货将带动业绩增长。 因此,在接下来的法说会中, 预期将关注DDR4发展与对未来营收增长状况, 以及产能的建设是不是能满足接下来市场的需求。 另外,三星2024年11月表示, 在其股价、表现不及、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后, 计划在一年内回购价值10兆韩元的股票。 这时这家科技巨头自2017年以来首次决定回购股票。 然而,三星电子日前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 该公司已决定注销之前收购的价值3.05兆韩元, 折合21.1亿美元的自由股票。 三星公布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 营收75.8兆韩元, 同比增长12%, 但环比下降4.1%。 净利润7.8兆韩元, 同比增长24%, 环比下降23%。 尽管季度环比数据有所下滑, 但从全年来看, 三星电子依然取得步速成绩, 2024年全年营收达到300.9兆韩元, 净利润为34.5兆韩元, 营收和利润均实现双位数的正向增长。 在此背景之下, 三星电子为强化在半导体业务的竞争力, 正积极在向台湾招募有两年以上经历的 记忆体晶片领域工程师, 同时也改组董事会, 以提高技术管理能力。 维持其半导体超级强权的地位。 近期全球记忆体试况清淡, 南亚科、画邦等台厂苦称, 三星为全球记忆体晶片龙头, 此次积极来台挖角人才, 业界关注是否引发新一波人才出走效应。 尤其台厂正面临中国记忆体厂商低价奖单, 高新挖角人才, 三星也来台挖角, 恐不利台湾记忆体产业长期发展。 三星电子正积极在台湾招聘在记忆体晶片领域, 有两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 三星致力于强化记忆体业务发展, 销售, 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招聘行动是其中一环, 并特别锁定AI加速器厂商和当地晶片设计公司。 三星不只在台列财, 也到美国招兵买拿, 在球材网站刊登通用AI运作实验室与先进处理器实验室的职缺。 与此同时, 外国晶片厂则前进韩国。 美光去年底首次在韩国展开校园招聘, 1月也聘请韩国工程师前往美光的日本广道厂, 并打算替新加坡高频宽记忆体HBM封装厂扩大招聘。 专业列财顾问指出, 近来三星表现下滑, 员工士气低落, 促使外商把注意力转往韩国。 另外, 三星预计也将参与5月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为该公司睽違13年参展, 渴望增强在晶片市场的能见度与招聘力道, 从而维持在全球晶片市场的竞争优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